联邦新版COVID指南 有助学校开放吗?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最新发布有关重新开放K12年级学校的指南 有些内容与各州学校已经在做的是背道而驰 导致管理人员和老师的困惑 例如,当社区新冠疫情比率很高时 CDC建议保持混合模式或减少学生出勤率 这与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州规定相冲突 尽管病毒的发病率很高,但要求学校每周五天开学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允许开校的例外建议是 只有在教职员和学生之间病例很少的情况下 并需严格遵循五项措施 全口罩、社交距离、洗手、消毒建筑物、以及追踪隔离病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医学博士在媒体简报会上说 我们了解有些学校并未遵循规定 对于这些学校,我们不会强制要求他们关闭 相反,我们将提供建议并强调有关的科学知识 以帮助学校创造安全的环境 最终,由于州政府和地方校董会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重启学校 因此这项指南可能影响很小 伍德县威斯康辛拉匹兹公立学校的校长克雷格、布罗伦、Craig Broren 表示,感到鼓舞的是 疾控中心已经展示提供有关安全细则的行动 而感到失望的是 这些指南似乎并没有更新的行动刚领指导 Broren说 新版指南不会对他的学校产生太大影响 因为我们已经与当地医生以及公共卫生部门进行协商 制定了我们的方法 并有信心根据研究结果 现行措施不会加剧COVID-19在社区中的传播 自秋季以来 该地区已经开设了全日制和混合课程 为学生家长提供了选择 在俄亥俄欣欣欣那题 诺伍德高中的学生已经每周四天上学 而且学校将于3月22日恢复全日制授课 来啦 库备师 Laila Cubes 说不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因为我们必须按照地区规定去做 他在诺伍德高中 Norwood High 以西班牙语向8至12年级学生讲 我们保持积极态度并遵守安全规程 一些家长担心 无论CDC对学校的指导如何 老师和家人之间的互动都可能增加社区传播 四年级学生的父母安德烈 瓦德 Andrea Wader 说 有关建议非常自信 因此 实际上取决于各个地区和学校 根据传播情况来决定重新开放的必要条件 加利福尼亚常滩联合学区的约翰·弗里蒙特加常会总裁表示 这让我有点紧张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看到许多家庭 甚至一些老师都在安排周末活动 如同病毒在周五就不存在一样 缓解策略 联邦准则承认 许多学生和教职员佩戴口罩的方法不正确 因为没有同时遮盖住口鼻 美国教育部已将有关建议纳入COVID-19手册第一卷的内容 介绍减轻COVID-19风险的方法 例如使用标志和告示提醒学生和教职员正确佩戴口罩 教育部政策与规划高级顾问唐纳哈里斯·艾肯斯·Gonaher-Sagans表示 将在未来几周的第二期讨论中加入更多课题 为学校提供更具体的策略 威伦斯凯说 在那些传播率低至中等的地区 目前不到5%的社区 如果我们要求6英尺的安全距离 将无法恢复完整的学习效果 我们相信 在如此低的传播水平下 应该安全无余 社交距离的另一种方法 是使学生与老师减少接触 哈里斯·艾肯斯说 许多学校已经在做 这种策略实际上在小学阶段 比在初中和高中要容易 该手册还讨论了布置教室 以及使用礼堂和自助餐厅 进行教学的方法 并且提供了错开公共空间 及更改向零时间表的建议 以简化学校的人流量 教育部手册 没有让学生轮换班级和老师 而是提出了其他选择 例如轮换老师和让老师组成团队工作 欣欣纳提诺武的高中老师库贝许 Hubes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更大的担忧是老师的安全 亚利桑那州的三名共享教室的老师 患了新冠病毒 其中一人死亡 他还说 老师把课本和教材放在教室里 得在学生轮流上课时 利用课间休息来打扫桌子和分隔的玻璃屏障 长滩PDA总裁Weider也担心 没有清洁区的措施 一些老师被告知不能使用自己的Clorox消毒湿巾 他们必须报名参加强制性培训 才能获得含酒精但被允许使用Huggy湿巾的许可 婴儿湿巾是为婴儿的敏感皮肤准备的 而不是杀死细菌或病毒 因此 我认为使用它们来清洁教室是巨大的金钱浪费 学校体育活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希望课堂学习优于课外活动 包括体育和学校活动 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 佛罗里达州在去年12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新冠病毒爆发 是原由10人组成的高中摔跤比赛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说 当时社区的疫情传播率很高 在140名参与者中有38名参加了比赛 95名中有41名测试为阳性 为了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南建议分阶段恢复体育运动 疫情低至中等时 允许运动员蒙面并保持社交距离的运动 而当案例恶化时 运动只能在户外进行 当社区传播率最高时 学校应该考虑不参加任何运动 然而接触运动 例如篮球、足球和摔跤 很难不允许身体接触 另外 在摔跤等高接触运动中 佩戴口罩效果不佳 实际上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摔跤运动员 不要戴口罩 因为他们有导致窒息的危险 一些重新开放的学区继续开展体育项目 威斯康星州拉皮兹公立学校进行田径运动 包括秋季的排球、足球和越野赛 以及冬季的曲棍球、摔跤荷篮球 Bowren说 除卫生措施外 缓解新冠传播的主要方法只有遮盖 假如有一位感染病毒的运动员 通常会进行隔离 但总体而言 疫情并没有对运动造成重大伤害 健康生活编辑部